来自南方都市报博报 4月29号 青岛市黄岛区委员会宣传部通报 黄岛区护林员葛从中于4月27号下午 参加小珠山山林火灾牧场口区域扑灭火结束后 在守护现场过程中不慎从高处坠落导致受伤 送医院抢救无效 不幸身亡 牺牲护林员葛从中的朋友回忆 他与葛从中八九岁变相识 在自己的印象里 葛从中是个为人热情 工作认真的人 另一名熟悉葛从中的村民介绍 葛从中今年51岁 从事防火工作已经有约一年 此次未救援小珠山山火 葛从中好几天没有回家 目前正在进一步全面了解情况 暂未了解到相关部门是否为葛从中申请烈士